和女孩相处怎么正确的把握尺度 有些男孩刚开始跟女孩交往的时候 女孩对他并没有好感 并不是因为这个男孩条件不好 而是这个男孩不知道怎么把握分寸 而是这个男孩不知道怎么把握分寸 就是明明还没有到牵手的这一步的时候 要牵女孩的时候 还没有到接吻的程度的时候 要去和女孩接吻 这样的女孩直接拒绝 或者非常反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和女孩相处怎么正确的把握尺度 你和一个女孩交往的时候 如果女孩愿意单独和你出来约会 就代表这个女孩对你有好感 但是这个时候 你千万不要心急的去牵她的手 或者是去亲她 不要期待着今天出来约会 明天就确定关系 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想法 很多男人都会败在这一关 如果和女孩约会两次 女孩就是自己的人 立马就表白 表白的结果只有失败 这个时候 女孩如果没有想要和你发生肢体升级的意思 那么你正确的做法就是不要太心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孩就是反感你 也不代表你不够优秀 只不过女孩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这种意识比男孩要强烈一点 当一个男孩试图跟他集体升级的时候 会潜意识的拒绝 表现有为明显的就是说 当男孩和女孩表白之后 女孩就算是对男孩有意思 女孩往往也会说 我需要考虑一下 这就是女孩的不安全感导致的 有的女孩 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她不一定会出来 比如说她会找街口 睡着几天很忙 再加班 这个时候 有的男生耐不住性子 也会胡思乱想 因为女孩子不是不喜欢你 为了排脱这种心理阴影 男孩会再次急切地向女孩要约 其实这种方法也是错误的 你向女孩要约的时候 女孩第一次拒绝你 这个时候你可以间隔一个星期左右 这一个星期 或者是简单地和女孩问候一下 聊聊天 等过了一个星期或者十天左右 你再发出第二次要约 然而发出要约的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要自然一点 不要让女孩刻意地感觉 你是在想和她约会 对于追求的过程中 有的男孩总是患得患失 害怕失去女孩 于是每日每夜的 间多次地和女孩聊天 这样不仅让女孩反感 同时也会让自己疲惫不堪 其实你对女孩只要是真心相对 女孩是可以感觉到的 有一句话叫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今天最后一说一下 追女孩的时候 千万不要想着去表白 表白其实是追女孩过程中 很错误的一种方式 一个女孩如果对你有意思 你们自然而然就会在一起 一个女孩如果对你没意思 你表白之后可能连朋友都做不了 所以表白是多余的 千万不要想着通过表白 这种形式去确立关系 真的没用